人生各个阶段有不同需要 升学就业、投资置业、结婚生子、退休养老 适切的财务策划显得特别重要 保协结出财务策划师大财 一直以专业和实力为业界把关 今年比赛竞争激烈 参赛者要必须通过多重考验 才可以脱荣而出 立即看看本年金掌得主 如何可以挖出理想人生 大家好,我是Alfred 我是2017年香港保协结出财务策划师 金掌得主 现在是友邦香港的 Wealth Management Director 在去年和今年成为百万元卓会的 顶尖会员 现在在AIA理想区Utopia 担任新进分区经理 带领一支名为Envision的 专业财富管理团队 在加入AIA之前 我已经在投行私务基金和Big 4 拥有超过十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在参赛期间 我写了一个关于我自己的客户的案子 这位客户叫陈小姐 陈小姐她自己拥有的一间公司 而且义务都是不错的 除了个人年龄的增长 陈女士开始为自己和女儿日后的生活安排 作出长远的规划 陈女士曾经向很多其他的财务季运 去征信过意见 但可能她的计划涉及到不同生命周期的人生目标 包括医疗的保障 资产的配置 海外房地产的考虑 教育基金和遗产的问题 所以一般的照单执药 头痛医头痛的方案或者建议 是很难帮她完成她人生的目标 在比赛过程中 我回忆帮陈小姐建立一个财务模型 去预测她未来的现金流的情况 去分析她目前流动及固定资产的情况 去了解她香港及海外的房地产方面的风险程度 并且考虑可不可以利用目前的资产 去创造更多现金流的可能性 根据财务模型的结果 用市场的数据和经济的数据 再加上我本身多年的经验 为陈小姐提供专业的意见 最终我的意见都是被陈小姐去接纳 在我未得奖之前 就算我的客户知道我以前的工作经验 他们都会觉得我以前在私务基金 或者是投行的工作经验 不一定能够帮他们做一个个人的财务策划 在这次获奖之后 我将我的事业重新定位 我将焦点放在自己的综合财务分析能力上 希望客户更认同我的专业性 首先我要感谢我家人的支持 包括我爸爸妈妈和太太 在精神上方面的支持 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区域总监 WAVE和Leader Stephen的指导 我在这里鼓励更多财务策划师的同业 不断提升个人的综合分析能力 为客户提供更个人化和专业的服务 我都希望更多的财务策划顾问 参加2018年BFPA的比赛 一起提升学业的水平 令行业更上一层来